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面极亏 奔雷王不敢相信 不是说那人类被白骨王杀得只能逃窜吗 他这锁链 可是他当年在兵域中辛辛苦苦厮杀夺得的一件重宝锁链 威力无穷 可一分多条锁链 也可化为一条 河 奔雷王四条手臂上缠绕的锁链 迅速彼此碰撞连接 并且不断缩小 迅速化为一条看似普通的斑驳锁链 虚幻兽神跑势冲来 而那条比兽神身体还长一些的灵甲尾巴 却让奔雷王心中一击 雷电之鞭 奔雷王怒吼着 猛地挥动手中单独那条斑驳锁链 哗啦啦 锁链似乎慢吞吞的滑坡空间 在飞舞滑坡空间时 锁链经过的不同区域的时间流速都在变度 时间错乱下形成了强大毁灭之力 也附加在斑驳锁链上 慢吞吞的锁链 却比那虚幻兽神更快 砰砰砰 虚空寸寸炸里 林家尾巴迅速抽打 快得的确犹如闪电流星 硬生生抽打在那斑驳锁链上 一者蕴含的是雷电尸间毁灭之力 锁链更是适合雷电尸间这一脉中宝 一者蕴含的是 金空间融合后的霸道之力 十六颗星辰 每一颗都是不亚于锁链的中宝 更在融入图卷之后 十六颗星辰宛如一体 轰的一下 硬碰硬的撞击 那条锁链直接被撞飞 在半空中抛飞起来 而林家尾巴边影却快如闪电 迅速便扫过那奔雷王 奔雷王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这虚幻兽神 在无法抵抗情况下 神体直接被那边影给一扫 便碎裂开 林家尾巴边影中 十六颗星辰若隐若现 碰出了那些神体碎片 令奔雷王神体遭到侵蚀 瞬间便已经受伤了 混蛋 奔雷王神体凝聚 便立刻一伸手将锁链收回来 同时怒视罗锋 人类 这仇我记住了 奔雷王当即化作流光 欲要逃跑 想逃 哪有那么容易 罗锋在远处根本都不追 可他念了一动 虚幻兽神就快得可怕 直接阻挡在奔雷王前方 那让人心颤的林家尾巴 再度扫向奔雷王 可恶的人类 是你在逼我 奔雷王一声怒吼 轰了一下 全身气息猛地暴涨 威势强横百倍千倍 手中锁链只是随一扫 便将冲来的虚幻兽神 直接砸得碎裂崩溃 令那十六颗星辰的炮飞开去 奔雷王燃烧身体了 奔雷王竟然被逼得燃烧身体 远处偷偷观战的兵域强者们 个个有些发懵 当年在白骨王面前 只能逃跑的罗锋 竟然逼得奔雷王逃跑 这也太夸张了 有意思了 这些人类也得燃烧身体了 奔雷王燃烧身体势力暴涨 人类势力和奔雷王很接近 最多稍微强一些 必须得燃烧身体 否则不是奔雷王对手 那人类也是愚蠢 奔雷王既然要逃跑了 那就让奔雷王逃就是了 非截住奔雷王 不是逼得彼此拼命了 罗锋眼睛一亮 这奔雷王竟然燃烧身体了 只是自己可没法燃烧身体 奔雷王 现在你可以走了 罗锋双翼一阵 化作曲折流光 迅速逃跑 红尸单手一招 那十六颗星辰 都飞毁罗锋掌机 可恶的人类 奔雷王持着那锁链 四提剑塔 令虚空不断炸离 速度快得可怕 冲向罗锋 嗖嗖嗖 空间中出现一道道曲折轨迹 罗锋速度一旦爆发 特别是瞬间变相 实在是可怕 肉眼可以清晰看到 奔雷王和罗锋的距离 竟然越来越远 任凭奔雷王燃烧身体 他的瞬间迸发 变幻速度 依旧和罗锋有很大区别 不可能啊 怎么 冰玉第一 冰玉第一 遥远处观看的 冰玉强者们 个个目瞪口呆 现在就想逃了 完了 奔雷王怒火冲天 气息强大暴力 四提踩塔虚空 追着罗锋 他想要施展时间停止 可能罗锋和他距离越来越远 令他根本没有把握成功 对那人类施展时间停止 时间停止很逆天 可局限性也非常强 像空间封锁 一旦锁住空间波动 那么 即使战斗再激烈 也不会影响空间封锁 可时间停止不同 一旦对某个区域施展时间停止 那么 那区域中内的所有生命都受到影响 除了灵魂意识之外 其他进阶受到束缚 动弹不得 要挣扎崩开 一般需要时间 这点时间 足以强者击杀屠戮对手 先施展时间停止 然后杀死动弹不得对手 何等逆天手段 可是 一来这招会遭到强者神体 兵器的极大反弹 想要压制罗锋 那么 就必须缩小时间停止区域 区域越小 那么 区域内的时间停止束缚 就可以越加强烈 二来 这招要施展 必须对敌人的所在区域施展 可罗锋是精神念师啊 念力是时刻释放开的 一旦觉察到奔雷王的神力涌动过来 罗锋必然会警觉 以罗锋瞬间速度变换之快 他奔雷王根本来不及施展 时间停止 还保证罗锋就在那区域内 现在神体燃烧 势力飙升 奔雷王就可以对罗锋 周围较大一片区域 施展时间停止 可是 罗锋也聪明 逃得远远的 彼此距离拉太远 加上兵域中本来束缚机为强烈 远距离下 施展时间停止那就难多了 狡猾的人类啊 奔雷王气得怒吼咆哮 他也没想能杀死人类 只是想逼得那人类也燃烧神体 没想到对方连神体都不燃烧 一点亏都不想吃 可恶 奔雷王瞬间化为道流光 朝远处飞去 转眼便消失不见了 北方兵域中 那冰山之天宫殿中 你说的可是真的 那王座上寂静坐了许久的高大身 引战起来 主人 我没说错 那人类现在正在跟奔雷王交战 主人 我们速速前往 迟了 他们可能就结束战斗了 黑甲铺从柜子那里 交集传音道 他都不想说话浪费时间 因为他清楚超级强者战斗是何等迅速 带我去 阴谋一步便到了黑甲铺从前 抓着黑甲奴仆 是主人 黑甲奴仆当即施展瞬移 前往那战斗之地 滨海上空 那些关战的异族强者们 已经开始各个返回老朝 只是这一战令他们都唏嘘惊叹 实在太嚣张了 竟然击败了奔雷王 逼得奔雷王燃烧身体 最狠狠的是 那人类竟然都没有燃烧身体逃掉了 奔雷王肯定气得发疯 十大凤王强者 彼此势力相当 很少有谁吃亏 这次奔雷王是吃了大亏了 人类速度真快 奔雷王燃烧身体都追不上他 当这群异族强者们开始返回时 却忽然感觉到 一股让他们心颤的可怕能量波动 顿势令他们一个个 与悄悄上升的冰层 冒出头去 偷偷观看 一眼看去 遥远处冰海上空 正占着一道 巍峨雪白色身影 那散发的无尽能量 让异族强者们都有些发懵 遗谋 是遗谋 北方冰域之主遗谋 这一群在冰域中生活了 无尽岁月的异族强者们 对外界早就忘记了很多 他们只知道 冰域内部站在最巅峰的 就是那五大巨头 而遗谋便是其中极为可怕一位 据说除了另外四大巨头之外 其他任何一族强者 只要在阴谋面前 阴谋睁开他的眼睛 被传说中的影子眼睛看到 那么必死无疑 幸好 阴谋也知道 吐鲁光那些弱者 也凑不够号牌 号牌就大多数 都是被五大巨头分在手中 他也不想冰域中太过冷清 所以就懒得离婚那些弱者 罗锋正在心中感叹着 兵域强者和外界强者的区别 在奔雷王身上就很明显 像奔雷王这等强者 若是在外界 肯定有好几件重宝 至少有护体重宝在审 如果有护体重宝 那么就不会轻易被我的星辰射穿神体 侵蚀部分神体了 可是冰域中重宝明显稀少多了 都是漫长岁月 那一万多名被关押的超级强者 当年带来的重宝 一边感叹 罗锋便要飞离开去 可是突然 一道强大气息 从前方弥漫开 罗锋抬头看去 高约三十米 穿着雪白色战凯的神灵 默默站在远处虚空中 他脸上额头不尾有着巨大痕痕 有嘴巴鼻子却没有眼睛 虽只是站在那里 却散发着让罗锋都感觉心冷的落寞 那是绝对的孤独冰冷落寞 嗡了一下 周围空间波动完全停止 遗谋 五大巨头之一的遗谋 特殊生命遗谋 罗锋面色顿时变了 在了解阴谋简单资料时 便感觉他的可怕 可当亲眼看到阴谋的一瞬间 不知为何 心底却泛起强烈危机 不可敌 危险 人类 交出虚女咒的 不记名账号感应器 我可以放你走 阴谋落寞站在远处 声音平静 他身后黑甲铺从恭敬站着 一身雪白色战凯的阴谋 站在半空中 俯瞰着罗锋等待答复 罗锋虽然心中感觉到危险 眼眸却是更亮 抬头盯着那阴谋 我没有不记名账号感应器 你会不会放我走 我会杀了你 再检查你世界戒指 阴谋俯瞰罗锋 罗锋道 你不信我 罗锋道 兵语中没有我信的 除了我的蒲丛 阴谋缓缓道 旁边的黑甲蒲丛盯着罗锋 怒喝道 人类 赶紧交出虚女咒 不记名账号感应器 如果不交出来 或者死不承认 那么主人就必定要杀你 别说没有虚女咒 不记名账号感应器 我们不信 罗锋点点头 对 我有不记名账号感应器 话音刚落 阴谋气息强烈起来 可是我不想交 罗锋咧嘴一笑 露出结白牙齿 你是找死 黑甲扑松咆哮道 看来你是想死了呀 低沉声音从阴谋口中传出 你说我死 我就死了呀 罗锋双眸迸发出疯狂战役 盯着这阴谋 体内血液在沸腾 战役在咆哮 当年地球时代 面对金角巨兽 罗锋都不曾有丝毫胆怯 这次来偷黑色金属板 明知有青兜寇尊者 紫兜寇尊者 自己还赶上 现在自己拥有三件之宝 还有降甲 降魂辅助 瘦神已经达到二十层 更自创巅峰绝学 仅仅面对一名 蜂王无敌强者 就想让自己不战而逃吗 还将虚拟肉 不记名账号感应器 乖乖拱手奉上 真是做梦 胸膛内战役在沸腾 罗锋盯着一谋 露出血白牙齿 笑着 一谋 我来这兵域 就是想要和一位为超级强者交战 现在十大蜂王对我已经没有危险了 我的目标就是你们五个 我要和你们五个战 你一谋 就是第一个 不怕死吗 一谋俯瞰罗锋 虽然眼睛一直闭着 可是 他全身每一寸皮肤都仿佛眼睛在观看一切 就你 还杀不死我 罗锋战役冲天 此刻罗锋没有丝毫净乱 心中有的却是兴奋自豪 还记得当年自己进入混沌城败在老师真眼王门下 可是一转眼万年过去了 自己此刻却要和一名媲美老师真眼王的超级存在 阴谋进行一次生死厮杀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和这个层次强制交战 来吧 让我看看 传说中的蜂王无敌意到底有多强 罗锋心中嚎叫 让我看看 这特殊生命到底有多厉害 罗锋战役燃烧 一直都在无形中在提升 在凝聚 只有这种让生命都燃烧都战略的战斗 才会真正魔力强者的锋芒 既然找死 那便死了 阴谋淡淡倒 在旁边黑甲奴仆怜悯目光下 阴谋挥出他那精英剔透手掌 手掌就仿佛惊石雕坎成 手掌刚刚一挥出 罗锋便感觉到周围空间急剧变化 刷的一下 罗锋霜一阵便迅速逃出 同时左手掌心 也附现十六颗黑球 迅速的万千金色四千串联 开始凝聚那一头虚幻受神 逃不掉的 阴谋声音还在空间中回荡 周围空间中便凭空凝结出一巨大手掌 长约千米的巨大兵精手掌 直接一番手照向罗锋 这是什么手段 空间法子类攻击 罗锋凭借事物与异 迅速夺闪同时 也操控兽神幻影 令虚幻受神 直接营上了巨大手掌 这一幕令罗锋唯唯一愣 因为他想到当初 在雪落世界看到的 三幅远古突影 其中有一幅 便是受神的尾巴 抽裂了巨大手掌 当然 那一突影上代表了两位 一个受神 一个可能就是 最终令受神隐落的 伟大永恒存在 那两位可比罗锋阴谋强多了 可战斗场景却很像 面对那照下的 巨大冰晶手掌 虚幻受神 却是猛地挥动 他临家尾巴 轰了一下 尾巴犹如奔雷流星 重重抽在 冰晶手掌掌心 二者都是过千米长度 在半空中一次轰击 产生可怕冲击波 而虚幻受神和那巨大手掌 则同时都是一阵 虚幻受神是 整个完全崩裂 16颗黑球迅速飞向罗锋 至于那巨大冰晶手掌 就仿佛军裂的冰块 也是出现诸多裂痕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